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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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位平凡的熱血中年大叔 這是我第一次錄YouTube的頻道 然後我這半年來 減重的過程 然後我在這邊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2022年3月1日 112.8到 2022年9月1日 當時9月1日解算的時候 是86.6公斤 半年期間 我總共瘦了 26.2公斤 這個過程我想跟你們分享一下說 我為什麼減肥 為什麼減重 然後我減下來變成現在這樣子 到底你經歷了一些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減重的過程 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 所以我希望這些經驗過程跟方法 可以帶給人想要健康瘦身 或是正在減重的人 分享給你們看 一切的起因是因為 在2022年2月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剛過完也不久 然後我整個就是 暴飲暴食啊 吃亂吃很多東西啊 所以卡路里啊什麼的 都隨便吃啊 那在計算的啊 那個時候是我跟我朋友 在聚會的時候 看不到時候 看不到時候在起哄 他說怪允 你現在的體重到底 多重 然後他的時候 在想說我應該 100多吧 然後他們就要 以我體重來做補助 然後就用目測的 啃亮我的身材之後 開了一個數字說 不然這樣子齁 我們用 115公斤來當一個機組 然後最後呢 那測量出來 我的體重是 115.8 當時 其實我也蠻震驚的 我一直以為我 一百零幾而已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靠北 判到這種沉入 看了影片之後 自己就覺得 靠腰太胖了 然後就是起因是 因為這個原因啊 然後那個時候 就有心理 結果想說啊不行 這個一定要先減重 不減不行了 回到家之後 然後就把 我有想要減重這件事情 跟我妹 想要減重 你要不要一起來 然後她就說 好啊 因為妹蠻胖的 不然我們一起減好了 然後既然要減的話 你就是有一個目標 你就是要有動力 那邊說 不然我們設定半年 為一個期限 然後當下另外一個朋友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 說他還想要加入 所以呢 我們三個人呢 就 下定決心 每個人拿3萬塊出來 總共有9萬塊的金額 然後我們就想說 欸好 那我們就定半年期喔 從2022年3月一日開始 一直到2022年9月一日結算 看誰的體重降最多 而且每個人一定都要減20公斤以上 然後達到我們個定設定的那個目標值 你目標值越近 或者是低於目標值越多的人 就獲得勝利 所以呢 當下 大家都 確認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這三個人就簽了一個協議 所以說好 那我比賽從此 2022年3月一日正式開始 那就 開始的這段 很辛苦 然後你也會覺得很 很熱血的一段剪弄過程 那這邊呢 我就把我這陣子 這半年來做的影片紀錄 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從我的身材是怎麼樣 變成我現在這種身材 在這段影片都 понад給你 或者是你再聽到 很久不怕 在我身材 我們自身材 快點 在你身材 尤其 部分 無法 有 不會 當然為了這次的比賽 我是有自訂比較完整性的計畫 從飲食運動方面 這兩方面都要著手 要說七分吃三分練 真的是這樣子 你練再多你沒有飲食控制 你要達成你的目標體重 只靠運動是絕對不可能 你不要說我有運動就可以多吃 其實不是這樣子 飲食控制真的太重要了 然後我從六個月的計畫裡面 一開始就設定好 第一個月我的目標其實是設定 我一定要減重10公斤 那我要怎麼減重10公斤呢 飲食方面我就直接壓 所謂的生酮飲食 然後我生酮飲食怎麼安排呢 基本上一定是要高蛋白 高脂肪 低碳 或是無碳 基本上是低碳 因為你不可能完全沒有攝取到碳水 然後我就是依生酮飲食的方式 開始執行第一個月的飲食計畫 我的生酮飲食吃法 大部分我的食物來源 或是進食的東西 一定是肉 肉一定是雞肉雞胸肉 牛肉 然後其他的部分就是雞蛋 花椰菜 豆腐 除了生酮飲食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叫做熱量赤字 對 你在進食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控制你進食的時候的熱量 當時我用我當時112.8的體重來算的話 我是用TDEE這個公式 下去算我應該要吃進多少熱量 我應該要控制多少熱量以下的熱量攝取 所以當時我算出來我的TDEE值應該是在 2100卡左右 意思就是說 我每天進食的熱量絕對不能超過 遇到2200卡 這樣子我才能達到所謂的熱量赤字 然後熱量赤字還有一道公式算法 基本上就是你當時的體重 還有你的年齡 還有你每週的運動次數 下去代入公式算出來的數值 這30天之內 把我身體控制在生酮的算法 我碳水壓得非常非常低 然後碳水壓得低的同時 說真的你情緒啊還是什麼樣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影響 因為大家都知道碳水主要就是你 運動的能量來源 我們把你碳水控制那麼低 甚至沒有碳水的狀況下 其實情緒是會有點起伏 有點受影響 但這沒關係 我以為了減重 要承認訓 剛剛講完飲食方面是身體 然後再來是講到運動方面 基本上運動呢 因為我本身就有重訓的習慣 對只是當時以前 重訓歸重訓 可是我們都沒有在顏色控制 都亂吃啊 做完就吃啊 做完就給自己一個很好的肚子 噢好累喔 練好累喔 我要去補充一下高蛋白 補充一下熱量 然後就亂吃啊 鹽酥雞啊 烤肉啊 燒肉啊 這一類的東西啊 反正就是宵夜可以吃了 我就吃就對了 因為大部分重訓都是在晚上 然後重訓完之後 就直接去補充熱量 所以體重沒有降低了嘛 我們一直 衝上去啦 所以說運動的部分 我基本上就是重訓 然後再來 有氧 對 我重訓完會直接接有氧 我通常都是重訓一個小時的 然後接著有氧一個小時 所以我一次安排的運動時間 就已經到達兩個小時了 這是一次喔 這是我只要去健身室的話 一次就大概要花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放假的話 會比較努力 就我會去兩次 早上去一次 然後晚上去一次 等於說我放假的話 有可能會有四個小時的時間 待在健身室的運動 對 就這樣子 第一無一就這樣子 一直循環 然後 重訓有分 氣象力力跟肌肥大 然後我是比較偏向 肌肥大的訓練 對 然後 有氧度 我大部分都是採人 燈介肌 我比較不喜歡跑步 或者是慢跑 然後再搭配 高階性有氧 高階性有氧 我可能一個禮拜 會安排一次或兩次 因為畢竟那個強度蠻大的 所以說飲食運動這兩方面 我設定好之後 我就開始執行了 第一個禮拜 體重現象其實沒有很明顯 對 最明顯的時候是在第二個禮拜 開始執行之後 第二個禮拜 我體重就幾乎每天 可以掉將近一公斤這種速度 我去握 看了我就覺得 心情很爽 所以說 第一個月總共四周的時間 我總共是消耗了 10.6公斤 我從12.8降到了 102.6 那這段時間呢 其實如果遇到所謂的停滯期 一個第一個月之內 可是停滯期的時間不長 大概兩三天而已 兩三天就是體重急功 因為你就有運動 然後我椅子又有控制 為什麼降不下來 可是我覺得這是很正常 因為我們人的身體就是這樣子 你持續一段行為 你習慣之後 身體的機制也會 給你回饋門 然後或者是帶你習慣 所以說體重會有停滯期的問題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30天的生酮飲食裡面 我有給自己安排 三天的所謂的七天 就是取代 這三天的七天日 我碳水會攝取的比較高 當時候我也很猶豫 我如果那三天七天日 我攝取的碳水比較高的話 我生酮的狀態會不會被打破 所以我去買那個所謂的 生酮飾劑 用飾紙來檢測 它的顏色是從紫色到橘色 然後你越紫色就是越帶點身體體質 越在所謂的生酮狀態裡面 然後你那個飾紙如果在橘色的部分 你已經恢復不到一般正常的狀態這樣子 所以當下呢 我就有用那個柿子來檢測 我在那個七天日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把我的生酮狀態給他破崩 最後發現是沒有的 因為我30天裡面 我只有三天是安排所謂的七天日 其實那個比例來講是 不會那麼輕易就打破我生酮體質 所以這部分是我個人輕生的經歷 生酮飲食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可是我不建議 我個人比較不建議說長期 譬如說半年生酮 或說一年生酮 我覺得不太適 因為後來有發生一些狀況 這個後面我可以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做生酮飲食的時候 遇到什麼副作用 還是我沒有搭配好 或是我沒有做好配套措施感 這個後面我可以跟你們分享 為什麼 我不建議做長期的生酮 重點呢 反正重點就是第一個月 我瘦了10.2公斤 這個真的是 會給我自己打錄一劑的強心針 就覺得哇靠 我第一個月都可以撿到10.2了 後面更沒有問題 所以你們可以猜猜看 第二個月我大概可以說多少間 然後第二個月我改變了 用了什麼意思 剛才其實我有講到 然後我們剛好看到的 那影片裡面說的場景 有一個地方看起來 好像不是健身房 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你們大家可以猜一下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的影片拍頻道 然後我希望藉由這個頻道 跟大家分享說 這半年來 用自然的方式 我所謂自然的方式 就是我沒有試試在訓練的一樣 我就是當初靠飲食控制 當初靠運動 這個計畫 把我的體重給我減下來 下一集我們再來公布一下說 我第二個月用什麼方式來執行 因為我是用每個月每個月來 當一個目標來檢視自己 我這個月做減了幾公斤 我這個月做這些運動 這些飲食方式 有沒有達到我想要的目標 然後我們下一集我們會來講這些 然後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還是有意見的話 還是說想要我分享什麼 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一下